大家好,我是梁医生 前几天听到一个案例 隔壁小区有一位35岁左右的男性 在打篮球的时候突然出现了心圆形的猝死 他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在打篮球之前 24个小时左右就没有睡过觉 那么再直接去打篮球就出现了猝死的问题 对于现在的年轻人而言 除了突然检查发现了这种癌症的问题之外 猝死是几乎很多年轻人比较关注的一个健康问题之一了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讲一下 猝死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怎样来预防年轻人突然出现的猝死的问题呢 首先我们讲到的猝死 在70%左右都是心圆形的猝死 就是心脏的问题导致的 在中国每年大约有54万人左右 会出现心圆形猝死的问题 你一听可能这个数据非常大 但是在里面大部分都是60岁以上 有这种心脏急患的 比如说有这种关心病 有这种多次的心肌梗死的这样的人容易出现 年轻人出现心圆形猝死的数量 毕竟是占少数 但是我们周围每个人或多或少的都会听过几例 年轻人突然就猝死这样的病例 比如说像很多工程师连续的加班 还有像医生在紧张的手术台上突然出现猝死 那么导致年轻人突然出现的猝死的主要的原因到底是哪些呢 首先第一点就是睡眠时间的不足 那你听到的几乎大部分的年轻人猝死的案例中 最多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睡眠时间减少 比如说有很多程序员连续的加班 每天晚上加班到两三点 早晨到五六点就要起来工作 连续不断的这样去工作 就特别容易会导致那种猝死的案例 还有非常多的这样的案例也盛明 睡眠时间的变短是很多猝死案例的一个共通点 那你听完这你可能就害怕了说 昨天晚上我两点才睡得觉 我会不会出现猝死的问题呢 那首先第一点 就算你连续好多天不睡觉 也不代表你真的就会猝死了 它只是增加几率的问题 第二点如果你晚睡了 但是第二天你起的比较晚 睡眠时间如果足够的话 也不太容易会导致这种猝死的问题 如果说你晚上的睡眠时间太短了 第二天上午你再补一补觉 在白天上睡一睡一睡觉 那也其实没事 所以说不是晚睡会导致猝死的几率增加 虽然说晚睡不是个好习惯 而是每天的睡眠时间 比如说你压缩到四个小时 压缩到三个小时 连续的每天只需三个小时 连续工作七天工作十天 可能真的会大大提高猝死的几率 所以说关注每天的睡眠时间 最好就不要晚睡 如果说熬了夜 第二天一定要补一补觉 控制每天成人的睡眠时间 最好在六个小时以上 七到八个小时是最好的 那么第二点 很多人说我就算是每天熬夜 每天熬夜 每天睡眠时间要等 我也没事 那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点 就是遗传因素 如果说你的父系 你的爷爷 还有你爷爷的再上一辈 如果说他们都会有这种心脏类的急患 甚至有因为心脏急患导致死亡的这样的情况 那你一定要提高警惕 最好就少熬夜了 并且像抽烟喝酒 这样的习惯最好就不要有了 还有要关注像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 这样的这种危险因素 因为你的心脏要比别人更容易出现问题 那第二点 就是有很多的像年轻一点的人 他可能自己有这种心肌病的问题 有心脏的这种问题 但是没有及时去医院做过检查 没有发现有这样的问题 这样的人群 如果说一旦出现像熬夜 情绪激动 甚至是暴饮暴食 这样的时候的话 就特别容易会诱发猝死的这样的情况出现了 所以说首先 如果你家里面有这种心脏病的这种遗传史 有这种危险因素 建议最好不要有这种不好的习惯 那第二点 如果说你平时经常感觉到心慌胸门心脏的这种有不适 不管你年龄多大 先去医院查一查 看看有没有这种气质性的因素 如果有的话 一定要去注意 当然了 像40岁50岁左右的人群 那更得要注意了 你40岁了 你还每天睡三四个小时 还不注意 那当然对心脏损害更大 并且四五十岁左右 也是一个心脏病的初发的一个高发时期 就是在这个岁数左右 很多人特别就容易会发现心脏病了 最好要及时发现 及时控制 及时治疗 不要等到这个疾病都比较严重了 你才发现有这样的问题 到那个时候就非常的危险了 所以说有心脏病的遗传因素 和有心脏基础疾病的这样的人群 一定要早发现早治疗 要控制这些危险因素了 还有像情绪激动 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危险因素 还有就是在熬夜加班的时候 不要压力太大 你像很多人说 你看这个人打通宵 他打得那么激动 他也没有猝死 人家玩游戏玩得很开心的 但是如果你加班你熬夜的时候 是因为老板批了 批的特别狠 带着压力 今天晚上12点 做不完不行 那明天必须要交 那带着压力去工作 心理压力特别大 那这个时候 其实对于心脏的负荷还是比较大的 那就算是熬夜 就算是加班 那你也得快快乐乐的去 千万不要有心理压力 本来加班就对心脏不好 你还特别不高兴 那你心脏可就真的受不了了 那如果说出现心脏骤停 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其实正常来说 如果真的出现心脏骤停 或者是这种心圆性猝死 这样的问题 你也没有什么时间来去反应了 那有可能有些人 有一些前驱症状 有这种胸闷 心情去疼痛 出现头晕 眼黑这样的情况 那可能还幸运一点 赶紧叫别人帮你 那么很多人 可能在一到两分钟左右 那字都打不完 120都拨不出去 就直接就晕倒了 那所以说呢 最希望的就是周围能看见的人呢 他会做人工呼吸 会做胸外按压 那么这样的话 对于生存的几率还是比较高的 还有呢 如果你旁边呢 有AED除颤移的话 那对于呢 提高生还的几率也是非常高的 所以说呢 我们最好每个人呢 都去学一学 怎样去做胸外按压 怎样去做人工呼吸 怎样去使用的AED 只有这样做 才能减少我们因为的心脏问题 导致的死亡和猝死 这样的问题 好 那么今天的课程到此结束 更多健康知识 请关注我